是沒有錢, 沒錢賣 不是不想做, 是沒有 最後一出來打工 就買了藍色的東西 我們現在說是拍飯魚 兩塊八塊錢一對 我記得, 不用三塊錢 很聰明, 一對鞋子很聰明 衣食住行, 每樣都缺 缺乏的程度, 連那個年代 走過來的陸上香港人 都未必想像得到 我們當時是七難了 一套衣服, 最多兩套 都是遷孔的 2009年8月1日 早上8時38分 我幫了一個人 或者將來的某年某月某日 這個人會在某個地方 幫另一個人 想到這裡 突然間, 我覺得這個世界漂亮了 我們賣的東西給主食餅 它有一些飯 飯正給我們的 還有那些肥豬肉 炸油, 那些豬油渣給我們的 但我們就多了 有時候那些人去買家菜 對, 下河麻那些 我們給他 他也好 他也給我們一些薯仔 菜 他給我們就好 那些豬油 用來煮薯仔 好吃 一萬 豬油煮薯仔 一到現在的人 未必會吃的菜 但根體叔就很懷念 懷念的, 除了是香味 還有人情味 六、七十年代 在三百多萬人口當中 以海為家的水上人 大約有十四萬 當時的家庭生得多 養得多 令生活百常加根 幸好他們都會守望相助 你幫我, 我幫你 共渡難關 搖去大隻船 老婆, 有沒有水 給我一杯 這樣問 多數都給的 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讀書的路一步接著一步 但根體叔就一步都未踏出過 人家各個上課 差不多都放了 我才上課 那時候學不懂 最重要是做事 那時候找到工作 那時候最重要是做事 賺錢 要騰出時間, 難 還要想辦法上岸上學 難上加難 所以就算根體叔 明白到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也曾經爭取過 最後都無疾而終 直到現在 他唯一會寫的字 就是自己的名字 我說不懂字 沒有讀過書 所以簽到歪靈歪靈 很多人都學不到我 沒有學不到簽名就是這樣 初初我來工作 拍我簽名, 我說不簽 不懂, 打手 他說好, 安全 就因為只懂得寫自己的名字 只是認得幾個字 令近太叔 連轉行的機會都喪失了 我也很想做別的行 但自己沒甚麼能力 別人給你一封送禮 給你一個地址 你自己都不懂 那已經在這裡 我就不想了 我也是想著開船 怎樣做下去都是開船 但下一代的小朋友 我多看, 我不吃飯 都要恭喜獨立 好 shop 我在這裡等了四十分鐘 等來等去都等不到 那些魚究竟去了哪裏呢 究竟是我等那些魚 還是那些魚在等我呢 等等一下 原來我已經等了四十年 我們現在開街島 比較天氣不好就差一點 都可以找到石 但是打風就不行了 通訊設備簡陋的年代 身處一片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的汪洋大海 一旦發生事故,扣交無門 扣海搵食的人 比起從事任何行業的人 更多事情無法預測,控制不到 他們更加需要看天做人 炸街島好幾十年的根替叔 就曾經目睹過壯新大海的浮屍 大又見過,小又見過 我見過三個而已,這麼久 在葡萄島那邊見過一個大的 很臭的 很臭的 但那邊沿海是全平起的 那時候沒有電話 沒有手發電話 沒有擇報案 有的人會這樣浮在海裡 當年水上生活危機四伏 船外、海嘯、海盜 各遜各樣威脅安全 在船內 一條繩子、一塊石頭 隨時可以奪命 將來賣岸 當時奪了水 即是眼睡了 眼睡了 那時候蒙茶茶 幸好駕駛的那個 看到 回頭回收拾我 很小 不是,死不了 1962年 颱風溫代雜港 700多隻小艇嚴重受損 500多艘船沉沒 更有不少遠洋船擱淺和碰撞 回憶起當年 簡直是一場災難 海面 就打爛了船 整海面都是垃圾 大隔的那些在外面 斷了一條繩子 一靠過來的那些 一直打爛了 很厲害 逃入避風塘那30小時 近提宿的家人 沒睡、沒吃、連動也不敢 因為上岸 又沒有人收留你 誰收留你呢 每個人都不認識 我只會在船上坐著 扶緊 只會抓緊一點 就是拉緊一點 坐下來的拉緊 那些東西在頭頂 那些爛爛的布吹爛了 那些木吹到飛來飛去 我們就縮低了 縮到很低了 睡不了了 坐著 坐著一、二、一顆 坐著一、二顆 兩毫、一元 過二、加到過八 船費有升無跌 五百、三百、百五 跟提宿每天的乘客總數 相反有跌無升 一復一、年復年 不知不覺間 根提宿做街島做到現在 根提宿的街島世界 好像從未變過 但在外面 街島正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 油麻地小龍已經沒有了 那些韓線和左翎道、中環等都沒有了 高峰時期 街島有超過一百五十條的航線 今天只剩下不到八十條 而且大部分 還已經轉了由杜輪公司經營 用這麼小的船 走固定航線的街島 除了長洲和南生圍 就只剩下香港仔 如果船太大 我們做不到這件事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不夠客人 三分鐘 由鴨利洲大街來回香港仔碼頭 跟提宿渣的每段船程 只有三分鐘 船程不變 但乘客就不斷在這裡變 以前很少樓 最多是四層高的 那些多數都是水上人 但現在就不是了 因為現在我們多了這三座 熱海華庭這三座樓 很多有律師 又有空姐 做寫字樓那些 那些是私盟很多 那些上班的 有很多是穿高跟鞋 穿近的 漂亮很多 在香港仔開船 開了超過大半個世紀 不少本來每天都光顧的乘客 今天都變成跟提宿的朋友 真是,挺友好 要不要把我們包給我們做晚餐 你好,是友好 認識多久 都… 坐船 為甚麼會吃的呢 坐船 坐到色為似 雖月流程 跟提宿不只對街島乘客有情 對這片陪著他成長的海 同樣有情 我對這裡很有感情 以前這裡是個海 全部都是排長 上船 搞上船底的東西,油油等等 現在真的沒有了 這些都是開始鮮室了 以前這裡沒有一個會 這兩個遊艇會也沒有 但是現在的漁船就少了 少了很多,賣光了 那些年輕人就不出來了 不出來做漁船 你這個小漁船填了海,改了 我一樣都這麼喜歡 香港仔的轉變 反映出整個香港的不斷進步 但是進步同時要付出代價 海水第一樣,最差的海水 還有空氣這兩樣東西 但是電越變越好 一直這樣好 但是海水和空氣都差了 一直一直這樣差下去 今天,根太叔提起這個昔日家園 仍然顯得無奈 但是,輕幸的是 他的家也已經離開海洋 遷移上岸 那時候有那些靜寬樓 很快就給我,上岸樓住 26個半人,1個住 水電快點不用交 很開心 很開心嗎? 我有屋住了,上岸 可以搬上樓住,根太固然開心 無論如何都猜不到 他坐在船上,就怎麼搖都沒問題 上岸之後讓他坐定 他反而不習慣 還要十幾年去適應 一坐穩,一上車就開車,頭痛了 走到一大半路就… 就好像說,想咬了 但是忍著,不斷忍 忍到就下車了 走一、二個就真的咬了 坐船不怕,坐船怎麼坐 整個童年在船上過 隨手點來的魚絲 是根太叔僅有的免費娛樂 我從小時候都是喜歡釣魚的 最喜歡釣魚 是很孤獨的,在船上沒有氣家的 坐在船上 你沒有本事站在街上 像現在這樣 看到岸,也不能去街上 找甚麼船搖進去 人家也有 有些小隻的,不能撐進去 我們沒有 竹象棋,看公仔書 陸上生活的小朋友 雖然窮,也總有些娛樂 但根太叔就甚麼都沒有 經常拿著狐屍釣魚、玩玩 一艘船在那裡 扔一塊石頭到海裡 綁住,踏踏踏踏踏踏踏 沒有說左右隔離 每個人都都縮起來了 娛樂對蜥蜴的水上人來說 實在太奢侈 更提叔死慳死底 打工儲錢買來送給父母的第一件事 就是一部黑白的電視機 應該當時,照我所知 都是200元左右 真的一個月,人工又多 就抽個電池 買個電池,幾十元 抽到航行充電 兩元一次,抽出來 可以看到一個星期或六天左右 每天都看一個小時 不看得久,看得久沒有電 這樣就走光,過了來看 怕很多小朋友 快樂不一定要是娛樂 對於根太叔來說 簡簡單單的一支汽水 都已經很滿足 他會用個小字去形容 我們一做事,喝汽水 就兩盒子,一瓶沙士 大瓶,好像現在的啤酒中 那麼大瓶,兩盒子 它的沙士汽水特別有康味 很好喝的,又要夠氣 那時候一條氣,差不多喝光了 很漂亮 一生與海為伴 更提出童年的海上生活 孤獨、貧乏 今天,在這片海 他找到一份遊閒、自在 他的生活 已經與這片海分不開了 我們做了這麼久 船,始終是喜歡海的 見不到海,我們就在岸 不是很習慣 好似無論進去哪間屋 都會見到不一定插了花的花瓶 問起,屋主已經說不出放在屋子多久 記不起是誰買的 不過無論放在哪裏 看上去,都有點孤單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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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